在拉伯市长,今天下午2点钟,由我国外交部和司法行政部人员陪同,到华联参观访问。 他们首先到华联司法大厦,收到了华联地区各司法单位收拾的欢迎。 在简报中,华联地方法院院长赞宗全介绍了我国司法制度以及办理案件的速度比例,并且还介绍了我国改善受刑人生活待遇的具体成就。 简报之后,华院长并且以大理石评论一座送给萨拉伯市长。